當然現在的徐家宜也還在進行日全時的tour 對不對 上週五星節香港演出順利 恭喜恭喜 妳會講廣東話嗎 妳當時有跟大家say hello嗎 有有 會講那個問好的 說說看 大家好 我要去找家園 就這樣 就這樣妳就騙票房買錯了 妳都想幾句 外面的歌 哪一首 那個下一站天后還有喜氣 那個阿沙的下一站天后 可以唱兩句讓我們聽聽看妳的粵語功力嗎 好 一個禮拜就忘了對不對 對 這四天海國春 誰有勇張 他抱到一場 任你風似爆了牆 而我還冒真陽春 我還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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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到這裡 好 謝謝 好 當然我們要回到主題就是日全時的演唱會 在去年小巨蛋 這是他人生第一場那麼大型的 現在回想起來有什麼感觸或回憶嗎 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從那個時候從日全時開始到現在為止的這一大段時間 好像都是要一直趕快叫我自己意識到說 跟以前會不一樣的 然後要把握每一次的機會去感受那個不一樣 然後讓自己有一些心理上的 是 建設 對 對 在去年那個時候 現在回頭看好像又是上輩子的事情了對不對 往如隔世的feel又出現了 但是那個時候的表現全部收錄 而且徐佳穎最好玩的大家知道他就是很自然 我聽完這個雙CD之後 裡面有一些地方真的很逼真 比如說遇見那首歌 其實你是唱錯了 有嗎 沒有嗎 你是重來啊 有嗎 對呀 你在CD裡面有喊重來 有喔 沒有嗎 你是徐佳穎嗎 還是李子祥 記憶力這麼差 千萬不要寫這樣 他已經直播是不是 所以這個演唱會雙CD 該收錄就收錄 原本讓你很難忘的 像啦啦隊那首歌 你在跟大家互鬥對不對 感覺有點喘喔 那個時候 對 其實那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第一次上小巨蛋 我一定要跳一個舞 是 挑戰自己啊 應該的啊 大家滿要來啊 對啊 就是我那時候是告訴自己說 我把它當作不只是只是演唱會 要有一個秀的感覺 明白 就是一小段也好 是 這樣才會讓歌迷覺得 欸真的不一樣喔 對 結果很喘 那我那時候有健身 有先進健身 當時也覺得很喘 了解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裡面 聽到真實的 當時的小巨蛋的聲音 沒有再經過錄音室 再把它調整或減掉 全部收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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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